經過專業彩繪後 原本普通白色護欄換上新裝 猶如陸上彩虹 吸引許多人的目光 尤其對在地人而言 更是創造新景象 同時提升行車交通安全 而這幕後工程 就是撞為大副村長陳榕華 因為我們本是白色的 因為我們宜蘭潮濕多餘 腳的貼身 牽涉地 腳垃圾也非常難看 經過我們的小巧思 把他們剃成出菜的彩虹石 讓整個村莊 整個社區看起來更有活力 這家也非常感謝 我們新鄉長的大力支持 也感謝我們館政府的支持 同時也感謝我們本川 丹義元的支持 和經費的爭取 差距過經費老街了 都不漂亮 那新鄉呢 對 看起來比較輕鬆 差距過路也比較鮮明 那看起來呢 新鄉呢 新鄉呢 我們這個村長不一定有這個 有這個新 也有這個那個 來經兵 來處理這個環境 處理的都很好 那不是在騎著嗎 那不是騎著嗎 那不是騎著比較乾淨 那看起來比較乾淨 那看起來也這樣 看南雞的心情很好的 在莊維公所的雲諾 以及議員陳福山的經費爭取下 將這條普通農路給予新生命 尤其道路前方有信仰中心補天宮 更是通往礁溪的要道 行經車輛頻繁 透過活化 希望打造地方新的休閒景點 我們就趕緊跟這個議員縣政府 這個水域處來反映 也很快就來做完勝 完勝後就煩然一新 大家都覺得 這個七彩這個彩繪怎麼這麼漂亮 尤其是我們眾議員首創的 最近不是有的人來 甚至來打卡 我呼籲大家來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 就在我們的保電局後面 歡迎大家 我們扭一扭非常冷靜 所以我們也要扭一扭充電 很多人來 也歡迎大家打卡 這條大幅重劃區一路 所採繪的路段也有300公尺 因此有民眾建議 是否可以取名為彩虹路 來打響地方名號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